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做你自取微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二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節11時49分 中午的節目 今日市場是認真之悶 雖然指數上有進帳 暫時升上47點 24,766 但成交是認真暗 而且如果我沒看錯 一日比一日暗 暫時517億半日 當然還有10分鐘 好悶、好安靜 你見到成交榜上 快手若名 稍為動多一點 比亞迪、禁風、腰港 但其實沒有一個很普障的板塊 或者可以叫做很普障的板塊 叫做炎湖提里 就是鋰電池相關 輕輕帶起比亞迪 但其實最主要是升禁風 其他是悶的 大家就要繼續去等待 觀望 我今天自己都沒有什麼可以做得出 因為其實真是悶 都沒有行程 大家要唯有悶住先 提醒大家 畫面上右上角都寫了 因為系統未能配合 所以今天都仍是中午微層 可以做到封煙 大家不用打電話進來 我們不會接也不會解答電話上的問題 但如有任何關於股票的問題 當然可以繼續在YouTube、Facebook上 繼續去做 留言 我們會回答 經常說是我們 這裡其實只有我一個人 沒有看不到的朋友 只有我一個人 約明升4.8到百分點 跟守禁風升7 不如看禁風 直接看禁風 其實如果看回到行業的消息上面 其實今天最主要就是炒一些 剛才所說的鹽湖提里 將一步的升幅擴大 內地方面有些創業板的股份 其實都可以上升 香港這邊沒有的 其實一隻禁風 一隻一八九東俄這類 你看到升十一 但當然跟不跟呢 我逐一隻去講 1772禁風升七 如果你炒這隻股份 當然我們嘗試 只是focus長方形 橫行兩個月 十二月中到二月中兩個月 今天成交來了 讓足來了 那是不是可以脫離 這個兩個月的低位橫行區間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挑戰 譬如上方新一個區間 當時是139 至到若莫158 其實是140 158 而條件就是要動穿129 清不清晰 我對它的看法和部署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今天確認收穿129或上的話 可以短炒一圈看140 158 這18元區間裡的 somewhere 沒有人說一定要去到158 但中間這18元裡會有很多重創 因為橫行過 明白嗎 其實老實 140已經會有阻力 所以 空間水位 只有10元左右 只要先 但情況是在於 好不可以買嗎 首先 內地方面 究竟炒多久 這個板塊 我打個question mark 因為 如果你是真心炒的話 你問我 這個是不是一個trend 這個不是一個up trend 這個是一個 downtrend 為甚麼 很簡單吧 你想想 10、20 跌穿50 在9月時期發生 後來它最厲害 都只是三條線交匯 它沒有試過黃金交叉 然後它再度煞開 然後它現在又是所謂的交匯 從而你是否看到一件事 其實它在下樓梯級 不漂亮 下一下 橫行 現在想 是否真的想先 我會這樣的 好了 第二 第二 因為這裏表 老實就 有限圖表 所以 我想找一個 就是叫做 小小 網站上面 去show 給大家看 對 這個對 我畫這個叫250 我想show 給大家看 這個直播率 對 對 現在我移到畫面 好 橫行向上突破 橫行向上突破 我可否這樣比較呢 大家都覺得 valid 這樣比較 當一隻股份 之前有個跌勢 然後橫行 橫行之後有個突破 如果你要去追 當然 上一次的比例 上一次的例子 你立刻去追 會先捱半個月之後再上 你會有這樣的考驗 究竟這半個月是否一定會升呢 如果不是的話 會不會升那天你去追 然後那半個月你捱不住 白了 之後升獲金呢 你可以去猜這件事 是不是 但是我老實 今早有人問我這隻股的時候 我都去想一下 我值不值得領棍 我會不會去買入這隻股 答案是我不會 為什麼 你看看較早之前 當它下跌的時候 是不是 我說十二十 十二十跌穿 我盡量一下 十二十跌穿五十 接著就有個十二十跌穿一百 是不是 這些是死亡交叉 是吧 然後當然它發上了 是不是 但是今次我想強調給大家聽 就是十二十跌穿五十 十二十跌穿一百 十二十跌穿二百五十 大家看不看到 那個死亡交叉的層次和深度 是較上一次的調整 是多很多 換言之 其實我仍然可以大大聲說 這隻股份是一個大跌浪 究竟今天是 竟然被你撲中了大跌浪 完結的一天 甚至乎展開聲浪 究竟這個事件機會大不大 還是比著我的話 我會覺得 跌浪裏頭的反彈 買什麼鬼 是不是 等於 十二十跌穿五十之後 這個浪 老實 又是否這麼值得大家去做呢 圓圈的位置 圓圈的位置 賺幅不會多 但是你不會走的話 蝕幅會好多 是不是 所以我回答了 我相信今天早五晚可能三節都會有人問及這個股份 然後就說 喂 好不好去賣入 而我的答案是 近視的話 看今天 或者看過去兩個月的橫行區 今天突破 買 一定有很多人說賣 但是我 我承認 我的人比較老套 是保守的 是多挑剔 多條件 奄奄奄奄奄奄的 我會說 跌浪反彈 買什麼東西 是不是 嗯 普通 我的看法是普通 我的看法是 你喜歡買的話 剛才所說的 你看著140 看著158 就是這麼多 還要供應 今天一定要收到129 才為之厲害 如果今天 我們升了半天 下半天 原來都收不到129 那就厲害 是不是 好了 順便也看 當然要看 那隻叫做 189 東岳 這裏 189 那這幅圖 我想更加不用想 好嗎 即是當你升十一 你心想 而不會提你 是不是 你心想 升十一 散戶一聽到升十一 呢 就合到上飛天花板 但我又會問你 這幅圖 哪幅似電底 是不是 恆大升十一 你會去買 不會 所以 老實 挺艱難 而且這隻股 你記得 這隻股 是被北水玩到 反艇的 那時是厲害到瘋了 5元升到25元 然後 嘭 是 尤其是 當一隻 這麼累積跌幅的股份 突然間有個 OK的成交之下 有一成的升幅 又真是很 trigger 到那些人 胡思亂想 我形容你們 那種幻想 叫做胡思亂想 換言之 即是說 其實我不買的 但是 是的 又有很多人會覺得 25元 樓下來 26元 樓下來 8元都不買 難道不夠便宜嗎 那 我麻煩你看看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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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位置 我想問 你怎樣 Define便宜 我想問 26元 到13元 沒有那一半 你都會覺得便宜 那你買了 會有什麼結果 大概有目共度 所以 又是 low 即是 輸我個人 比較癢 又low 簡單來說 其實已經否定了 今天的市 因為今天的市 只有兩隻 最多 幫你說 比亞迪 老實說 1.7 你不是又覺得厲害 1.7 不是17 大佬 8 當然 這隻的股份 即質地 上面是 好過什麼東樂 但問題在於 那軍線是多頭還是空頭 那我不用回答 那軍線有沒有黃金交叉 那我又不用回答 那升1.7 是不是很多 那你自己說 是不是 那所以 唉 算了 所以 我覺得今天 市不知道做什麼 市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我個人 生存都不知道為什麼 今早 因為 唯一升那些 每一隻都say low 那還可以做什麼 若明升三 我想大家不用開圖都知道 今天有何厲害 是不是 開圖出來 有何厲害 所以今天 星期完全都不入流 那沒有 還有什麼好動 全早等 吃早餐 接著吃午餐 接著吃下午茶 我想今天也是這樣 我們先去廣告 廣告之後答問題 好 接著解答大家的問題 如剛才所說 市跌150點左右 悶悶的 不用再問禁風 剛才說完 好 接著看 1299有幫 金組厲害 但是高開低走不厲害 升就變跌 金組還在說什麼 藍籌升幅 股份裡頭 雖然未知最厲害 但是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說它是炒一隻知識 I mean 美國聯儲 加息 帶動外資金融股 道理在這裏 但是似乎在他身上沒有體現出來 你看一下午仔 你看一下渣打 人家什麼環境 你什麼環境 其實整件事不可行 在這個身上 而同樣 還要留意這幅圖 1月21日發生什麼事 大音燭由頭開出 音到尾 其實以一個消化系統的角度 是很難消化 所以Denis Y 老實 你升到這些位置 我會很尷尬 你說它弱嗎 當然它不是弱 它連續十天八天 都已經是抹著抹著升 每天有進帳 起碼 但問題就是 在於 它是不是真的強 我看到1月21日那支音燭 你強得去哪裏 就是搏反彈 或者坐艇的朋友 是準備去找位置吃 而 rather than 你走去沒有貨 走去買 所以1299 KIM說 喂 繼續拿還是怎樣 你89元撥錄 其實你和過果 我只可以說尷尬 我是你 我會多看一天 但應該也沒有什麼好結果 但當然不會輸你很多 它整體的背景 是很大老實 你看一下五號 怎樣跟五號比 好了 3993 我落陽木葉 好啊 我喜歡它的 2600 好啊 我喜歡它的 其實兩幅圖是一樣的 然後你可能會跟我說 不是啊 2600是少少 少少而已 真的少少而已 那少少不足以令你 如果你有3993落木的話 要轉過去2600 因為它力了少少 不是 那少少真的不足以你去做 做一個這樣的 switch 因為其實都幾無聊 兩樣東西 其實是從來一樣行 為什麼當初 我會和大家說 我喜歡 3993 因為從歷史 你會知道 2600和 3993 根本是媽公仔 要不動 要不就一起動 而我極級相信 hyper invasion 超級衝脹 我在哪個台都是這樣說 我說現在其實 不只是升金友 你以為金友是在打仗 其實他膽不打仗 金友都會升 因為金和油都是commodities 都是商品 而商品裏面 CRB指數24個商品裏面 哪個不是在升的 根本就是超級通脹 加上疫情影響運輸 供應極其減少 是不是 所以Fion問哪隻 幾錢買入 我就會說 兩隻都買 或者 當然其實 以一個倉位的部署 我就不會建議 兩隻都買 我只會說 隨便選一隻 如果你喜歡和我同路 3993 如果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喜歡2660 2600 可以嗎 到達 1527 開始升 課源歸邊 課源歸邊 這四個字 而在我心目中是loving 我炒東西不是這樣炒的 我不聽信任何的陰謀論 傳說 你看看這幅圖 你看看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最問題是這是什麼 這幅圖是一點一點的 而不是一支一支足的 你知道什麼叫足 你剛才開的那些 平常的正常人股份 不是全部都不是陰 不是陽 不是打升 這些股份是全部一點一點 就是證明它可以是由 全日由開市到收市 那一刻它是沒有動過 任何一格 沒有搖動過 沒有成交過 那你跟我說課源歸邊 自己拿去 我就不搞了 2883都是Vion 又是一支我最愛的股份 那說現價可不可以入 當然油價短線震盪 我不懂和你估計 但剛才說是大背景 我有信心 三桶油再加一支油服 油服裏面我只能看得起一支股份 就是這一支 基本上鎮住上 不太失禮你 雖然這兩天都是震盪震盪 昨天低開但高走到 不失禮的 OK的 當然要看著 短期如果你怕油價的話 我會說是的 短期會波動一點 混橋英俊可入 其實又是剛才2600 3993那些圖 那你喜歡便入 其實358都是這幅圖的 那喜歡便入 OK的 我全部都OK的 269若明有貨 61.3上網有多少 老實 和果走了 博 博 你博到甚麼 我經常都說 這兩個低位 79.1 和62.25 其實 唉 62.25 如果過後都會失分 其實都是沒甚麼好搞的 大空頭 基本因素 是頑皮 不敢上網 981 20.7有貨 上網 各樣東西 我覺得這些是很虛的 芯片我沒有感覺 因為都是科技 1347都不好 普通 我覺得你也是和和果果走人 3690 217有貨 其實也是和和果果 這些也是 你博到甚麼 沒有 上落兩元 你自己捉 我覺得沒有方向 現在 2388 中人香港 幾千可以入 昨天好奇幻 一隻銀行股 都可以升五 但今日也回吐 這樣才正常 老實 你這麼爆嗎 金爆就不是銀行股 金爆是科技股 幾千可以入 其實你現在都可以入 又是 大trend 強 就可以 但是我呢 就會看 二十天線 綠色那些線 沒有 其實真的可以入 因為這些強的東西 你沒有甚麼需要太過去 去懷疑 3323 有貨 10.3 所以不需要走 如果前箱頂位 10.967 你最短線是走 最短線是走 但其實 人家都是多頭緊 板塊不太頑 2633 瓦角神 圖就漂亮 但一看這些 你看這些點點 你看這些點點 你就知道 這隻股又是那些 成交疏落股 2600 剛才說了 恆子無緣無故大插 是啊 咦 喂 是啊 剛才明明在升幾十點 為何會變成百五點跌 你又說得對 為什麼我剛才讀跌幅的時候 好像這麼順理成章 喂 咦 是啊 為什麼會變成跌 看看 難道有甚麼事 嘩 是啊 跌穿開始位 所以都 不要攪拌 不要攪拌 沒有 沒有 但又這麼說 跌又不是那些位 升也是那些位 所以 我仍然相信 這浪還可能會充 兩萬五 但是 升不升一圈 就真的不知道 好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烏克蘭的武裝部隊 向四個盧金斯克共和國的地區 發射迫擊炮和手榴彈 就是這麼多 我亦都 老實都幾相信 應該是這個原因 換言之 金有又理 嘩 真是 事情 事態 真是很複雜 因為 我又不是打仗專家 我真是不知道 他甚麼時候打 甚麼時候不打 總之 我只是告訴你 商品 並不是因為炒 打 這麼簡單 商品是在升超級通脹週期 所以 第一手消息告訴大家 為何無緣無故跌850 但是 部署仍然都是那些 恆生指數最近都不太淡 966急跌 如果我開了 不是急跌 突然 真的 甚麼了 我今早沒有看 嘩 跌9 誇張 966跌9 話畢最近 內險都 啊 奇奇理理啊 喂 但是這樣說 他在前日大乘放量成交音 然後昨天休息 今天跌呢 你看看 他現在跌穿著 上年8月到現在為止 足足成半年低位 要走 沒有啊 我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原因 但是要走 2343做淡 甚麼2343做淡 可能你用這些工具 但多頭軍線有甚麼好淡呢 不淡 7568 即是納子看淡 可不可以入貨 其實我覺得納子 想試 4500 給他一點時間 不要做淡 1071 和902 哪隻做淡 直駁兩隻 其實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836個問題 刑警啊 炭 價格高啊 你拼乎 我不懂分 兩隻這麼似的東西 我怎知道做淡哪隻 直駁呢 728 昨天追了 還跌 不用擔心 那些電訊都是強類的 給點耐性 不是甚麼股份跌都要有耐性的 這些股份強勢的 你給點耐性 剛才那些966真的要爆爆聲走 現價入941都是陰燭的 等一下 751 新年前做淡 鎖了他 好像捉不下 其實 一日搜不回 4.64 他仍然是震盪跌著 9999 29無9 有課點看反彈目標 其實橫行區45都已經很大阻力了 1910追 好圖來的 喜歡追就追 19元先 3993 剛才說 1772 剛才說了 3899 這些 不是大路事 不要做了 460 破了一日棍之後休息兩天 未必玩完的 總之這棍東西消化不完 但是後市不穿回一個六毫半的話 終有一棍再上就來了 不過你又不用買定先 如果有貨就要看定少少少 2333 昨天都追了 所以就是說 如何去判斷一隻股份根本是down trend 因為一日的上升你就相信嗎 所以剛才所說的1772 甚至189這些 你有甚麼可能相信 第二天就跌回一個金 我只可以告訴你 你都是走的多了 烏克蘭社炮 剛才 原來我的新聞都未必可以 夠你們身 不是 我寫了出來 即是讀了出來 1798 大唐新能源 這個股似乎想穿底 兩個六毫九做止蝕 不跌穿的情況下等多一陣 2398 用不需要止蝕 其實都是偏向強的 他無論國壽和平保 都是看著10月22日有個高位 如果平保守到64.5 你等多一陣 守不到的話要換的 1211比亞迪剛才所說 他是輕輕彈 但是他仍然弱勢 你看300元成本價 未必的 2006左右都很有阻力 300元 2.4拍攝 現在是否要離開 哇 他很做淡 例如這樣說 其實他強不強得去哪裏 最近市高開在2.7 如果後市升穿2.7 才不做淡 就是這樣 好嗎 我寬了兩分鐘 一句說完 今天本身上午已經是悶市 現在中午再射飛彈的話 下午也是悶 也不會太淡 也不會太淡 就升上油甘 油甘 油甘這期我也是覺得厲害的 就是這樣 今天星期四下午也有節目 3點45分再見 拜拜